至2019年10月政府放欢按揭保险 九成按揭由过往楼价仅限400万元以内提高至800万元 八成按揭则由600万元以内提高至高达1000万元 释放了不少潜在准买家置业需求 透过安保成功入市上车的人士明显增加 根据香港按证保险数字 2020年首11个月新取用按保金额干年大幅增加近两倍 由于高乘数按揭的使用率增加 市场上之平均按揭乘数疫情升势 放欢按保前平均按揭乘数约47% 2020年截至11月最新数字之平均按揭乘数已升至57.3% 年内曾高达58.3% 属于近十年新高数字 但低于楼案措施前约63% 仍属于健康低水平 高乘数按保用家增加 加上按保计划以年轻用家占比较多 选用较长按揭年期以减轻 每月供楼负担的人士亦增加 银行新批支平均按揭年期亦进一步延长 2020年截至11月平均按揭年期约27.4年 较2019年26.8年延长 其中2020年10月份数字更达27.6年 属有纪录以来最长 以上数字反映借款人选用长达25年及30年较长年期的比例 进一步增加 事实上 按揭年期在近10年持续出现延长趋势 10年前平均按揭年期约20年至21年 10年间平均按揭年期逐步延长至现时达27年 选用长还款期的好处是降低每月供款金额 减轻供款负担 亦让借款人交易通过按揭供款要求及白力测试 例如借款人员先希望选用20年还款期 但入息水平未能通过银行要求 若改用30年还款期 每月供款额明显减少 可通过压力测试的机会变提高 以现时平均按揭额约470万元计算 选用30年还款期对比20年还款期的每月供款减少约6500元 减复达28% 虽然按揭年期出现延长趋势 但在现行留案措施下 按揭年期不可多于30年 故此按揭年期即使再延长亦不会超于30年 以下转换